是五脏之首 如果心脏出现问题 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 那心脏不好会有哪些表现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 表现一 睡觉时咳嗽 如果你晚上走时莫名的咳嗽 并且是干咳 尤其平躺的时候会更明显 那么就可能是心肺功能出现了问题 表现二 睡觉时呼吸困难 很多人睡觉时会有呼吸困难 胸闷气短的情况 其实这也可能是心脏出问题的表现 表现三 睡觉时手脚冰凉 到了晚上人的血液循环会变慢 这时心脏供血也会受到影响 若是心脏出现问题 那么就可能会有手脚冰凉 浑身发冷的情况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注意养心 可以拿茶喝点桂园红枣茶 有养护心肌 宁心安神的功效 有益身体健康 得了就落到这吧 大家